我只是希望 有个人可以说得了话 我不需要向你缴纳金经吧 我可不想像鳄鱼精那样 到处勒索 金经啊 金经是全世界最美的东西 闪闪发光的 就跟宝石一样 它有多少我就要多少 但是便是勒索 定期缴纳你弄得到吗 鳄鱼精到处搜刮 你有看过它进城吗 帐篷区那些穷鬼 你再怎么搜刮 也搜不到什么 我最讨厌鳄鱼精这一点了 成天只会想着在穷鬼身上抠 难道他就没有想你想 那些其他的首领 还有更多的东西吗 听出来了 我喜欢聪明人 不 是聪明妖 现在这里一共分一百五十一个区域 我现在默认你 成为医区的首领 随意发挥 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包括杀了其他区域的首领 合并他们的地盘 就像你杀了鳄鱼精那样 我一直都觉得 一百五十一个 好像有点多了 如果 有个人可以帮我减少一点点 我会感到很欣慰 但是你切记 这是以你个人的名义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明白就好 下去吧 不要让我失望啊 做得好的话 有意想不到的奖励 师哥 师哥回来了 师哥回来了 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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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师头 没事吧 师哥 怎么样 让进去吗 我们聚一下吧 阿臣呢 也交上他一起 阿臣 这小子 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的 师哥 恶交怎么说 你杀了恶交王的人 他不但没有为难你 反而让你接替鳄鱼精 成为他们的首领 我总觉得这事哪儿不对啊 没准 这个就是这里的风气呢 能者居上 不过这张道 或者还有其他的 不对不对 即使是鼓励竞争 也不能放任杀戮啊 毕竟这座城 时刻都处于战时状态 这等于鼓励互相残杀呀 他还鼓励我去杀 其他区域的首领 然后兼并他们的地盘呢 什么 让你去杀其他区域的首领 这是要干什么 大家都是聪明人 从先前种种迹象 大概也都能看出这内里的乾坤了吧 咱们投票决定 看接下来怎么走吧 既然这里是个现状 我看 我认为呢 立刻离开这里才是最好的 我们好不容易来到这儿 不能就这么离开 绝对不能 既然 它是个陷阱 那我们应该弄得更清楚一点 或许 这反而是个机会呢 他要我们自相残杀 是自相残杀 但不是让我们自相残杀 与那些区域首领对抗 我们未必赢不了 而且我们来的路上 死了那么多小妖 就算离开 也只能我们几个走 那些小妖一个都带不走 就算我们看出这是陷阱 那其他妖精未必比我们笨 那他们为什么留下 不仅留下 他们还按照恶交往的路走 所以我觉得 我们应该搞得更清楚一些 我不赞成离开 我觉得那个短嘴的提议挺好的 我赞成他的提议 对 我 我 我也赞成 我觉得我们应该立刻离开 等搞清楚了 那可就来不及了 可是你有证据吗 所有关于恶龙城的传言 也许只是有心之人 为了不想我们去争夺 故意散布的谣言罢了 总之 我不赞成我们什么都没有 调查清楚之前 轻易地离开 咱们这样行不行 既然恶交往鼓励互相残杀 下午咱们几个分头出去 打探情况 晚上抓几个其他的首领回来问问 看看这恶交往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我看 这行 可以 不财吕青 拜见新首领 他们都叫我石头 石头 石头这个名号实属不雅 为他日宏图 首领需另立名号才好啊 我觉得石头挺好的 还是就这么叫着吧 别瞎扯了找我什么事 既然首领说好那便是好了 此次布才前来拜见 只因昨夜夜观天象 发现有紫微星 行了行了行了 别瞎扯了 说吧什么事 说重点 布才愿追随大王左右 为大王鸿图大夜 出谋划策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 是想投靠我 求大王收下我 你在这儿待多久了 之前跟着谁啊 属下在这里 一年上下 之前 之前 说 之前跟鳄鱼精 那你是他的军师了 是是是 不不不不 是是是 大王啊 鳄鱼精刚毕自用 敌情不明便草率出击 怪不得在下呀 大王大王 你不如留下在下 姑且一试 吕清只求片瓦折头 再无奢求啊 大王 况且吕清知道 鳄鱼精一派的来龙去脉 必能帮助大王成就一番大业 那梁快 待着去 大王 好歹那是静 怎么这么不堪呢 今天征兵的事都办妥了吗 禀陛下 事情都已安排妥当 我们的北边 是投鹰精 我们的南边 是蝎子精 东北 猎豹精 东南 黑熊精 我认为 这是谁啊 他今天是来应征做军师的 你还抓军师啊 自荐 他自荐哪 我没答应啊 滚远点 你在偷听是吧 我是想给大王点建议 没事 幸会幸会 在下吕清 幸得大王垂青收入账下 往后还请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那你说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这手下不解 这里指的是哪里 我听说 这天军每一年 都会围攻恶龙城一次 你说你在这待了一年上下 那你经历过天军的进攻吗 手下来的时候刚刚打完 算经历过也算没经历过 那这战况如何呀 赢了 怎么赢的 这这 你说你在这待了一年上下 连怎么赢的都不知道 就这水平还说要当军师呢 属下确实不知 属下只知道前后派出去 八十艘战舰 最终指回来了两艘 从战舰上活着下来的 都得到了恶骄王的犒赏 以后就直守城不参战了 你说什么 出去八十艘指回了两艘 这怎么回事大家都明白了吧 也就是说 击败天军的不是恶骄 而是这城外的妖怪 组成的杂牌军 恶骄压根就没参战 只有这些 没有经验修为又不够的妖怪 怎么可能打败天军 这从头到尾只不过是 恶骄设下的陷阱 我觉得 我们可以 成为那最后的两艘战舰 你疯了吗 我们没有疯 只要还有机会 我们就应该努力 兄弟们 我们拼一包 只要我们准备得充分 一定可以赢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这地方本来就是个陷阱 你明知道是陷阱 还要往里跳 我们已经跳了 我们的处境你懂吗 我们不是你 我们没有你厉害 我们一个不小心 就会丢了所有人的性命 就算我们从这儿出去 我们还是成天提心吊胆 每天被徐天长追着 我们还能活多久啊 所以 只要有一线希望 到时候 我们进了城 我们就是恶骄的秦军 只要我们过了这一关 我们都可以 我们的秦军 我也赞同搏一搏 至少还有一线希望 至少还有一线希望 我也觉得 应该搏一搏 一个 白元 但是 如果需要我的话 随时叫我 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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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送大王 那 咱们继续 那咱们 减禀其他的区域 扩大自己的势力 到时候多一份 火下去的希望 好 那时候咱们再找师哥帮忙 随便灭掉那个妖怪 身为臣子 整日让大王冲锋陷阵 示威不忠 此罪当斩 我先斩了你 快 停 我有一个又简单又好的计划 好 刚才还在呢 又跑到哪儿去了 这小子 算了 我自己去 别动 别动 一步都别动 师哥 你只要再往前踏一步 这焦王的卫兵 就会发现我们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我跟在你后面 就走过来了 我跟你说 这前面 就是空间法阵 空间法阵哪 空间法阵 一步都不能走错 师哥 你可还记得 你来的时候 是怎么走的吗 这 怪不得这进支之前 带我走的时候 是左绕右拐的 跟我来 别动 又怎么了 等一下 先吃个这个 等住你的气味 书里面说到的扰灵丹 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要么你别吃 要么你别问 要么你别问 吃不吃吧 吃不吃吧 这些是定金 这次纳神镜的小妖 最好是上次的两倍 两倍 纳神镜的妖精 对我来说 多少还是有点用的 田庭职位有空缺 纳神镜的功勋 才摆得上台面争取升迁 这次一个纳神镜 我处二十个金镜 如何 招圣神将您放心 我一定把事情办妥 这是行军图 只要小妖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接下来 你的金镜自然会送到 老规矩 行军图事成之后 即刻讽毁 切不可走漏半点风声 神将你放心 我明白 谁 走走走走走快走 来来来来 你这里居然有人偷听 放心 刚刚的气息 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我们的计划 一切照旧 你来来来 师哥小心哪 你没事吧 没事 那你没事就好 这里呢 离营地已经不远了 我有事我先走 你小心哦 你不是妖怪 你说什么呢 我就是一只很可爱的中妖 你刚才被妖兵围堵的时候 使劳力了吧 可你的妖气没有变动 而是异乎寻常的平稳 所以你的妖气是假的 什么假的 我知道 我是比你那些妖众啊 可爱一点 帅一点 但人家都说我妖力妖气的 哪有假呀 我也是修正宗仙佳功法的 我也没有妖气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弄假的妖气 因为我不需要骗谁 光看妖气来说 你顶多也只是个 纳神境修为的妖怪 可我看你的实力 可是至少在练神境一伤的 你说你跟我们一样 是要去投靠恶交的妖怪 我打死也不行 你是挺聪明的 可在我面前 你还真想一直装下去吗 我没有必要瞒你 刚才在恶龙城的时候 我就无需瞒你 现在我想知道的 已经知道了 我现在就要离开了 天和君 你放心 我不会杀你 本帅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况且 那只恶交应该已经闻到了你的气息 他马上就会来找你 我还需要你 来替我背这个黑锅 背黑锅 具体为什么 你就不用知道了 另外 再告诉你一件事 你千万不要想着逃跑 我们来的时候喝的那些水 恶交早在里面下了法术 只要你们一离开紫云碧波坛 这寻天将就会找到你们 死得更快 好自为之吧 你是只很特别的食药 你也是一个 很可悲的天将 恭喜大王 贺喜大王 恭喜什么 有六位首领 听闻大王威名无不败服 特前使者献上礼品 你说什么 你都干什么了 属下什么都没有干 是大王声名远播 他 他都干什么了 卑逼利诱 外加挑拨离间 坑蒙拐骗呗 你 你 如此不可教议 老夫为大王鞠躬尽瘁 怎么变成坑蒙拐骗了 你那手段不是坑蒙拐骗吗 兵者归道也 归道也 归道也懂不懂 你个文盲屁肤 不就拐了六大首领吗 瞧把你嘚瑟的 我说你干脆别叫吕青了 你叫吕六拐吧 这好 这好 吕六拐 什么吕六拐 你 简直是犹如斯文 气煞老夫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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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看你嘴厉害 还是我拳头厉害 来 拐 六拐 大胆 大胆啊 大胆啊 六拐 李六拐啊 大王 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说说 你是怎么搞定他们的 去去小剂 不足夸置 不足夸置 去去小剂 不足夸置 我告诉你 我要是你啊 我早咬他了 你 你们 赶快拿牙咬他啊 赶快拿牙咬他啊 拿你的牙咬他 比什么都假的 你们 你们干什么 好 有意思 继续说 之后便是那猎豹精 主下派人去探查过 据说蝎子精抑制之后 便有人通风报信 说蝎子精自称 斗不过那猎豹精 于是投降了石腰 连同石腰 一同进攻了猎豹精 要知道 这蝎子精 与那猎豹精 是向来不睦的 这一来二去的 最后 这猎豹精找到了关系 找到了石腰的军师 送了礼物 也攀上了石腰这条线 前后降服的首领 总共有几个 到目前为止 共有九个 九个 花了几天的功夫 如此这般细弄 都是如此 这明一套暗一套 放烟雾撒鸡血 利用各部族首领之间的矛盾 制造传闻 然后再承虚而入 这手段算不上高明 却也着实有效 这石腰真是狡猾得可以啊 奇怪 上次跟他见面的时候 我怎么没有发现呢 这石腰 如今只是刚换了旗帜 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和平 据属下揣摩着 这各族首领啊 只是因为各种原因 暂时诈想法 等过几日 他们要是知道了实情 不 这招非常的高 那几个首领实力没多少 脾气倒不小啊 若要他们真降 不动刀子 还真是不容易 动了刀子 就叫收服 那我们的实力 必大打折扣 到头来就所获无几了 先让他们诈降 等到适合的时机 再逼返其中一队 到时候一队 镇压 那些先前诈降的腰 自然而然就变成了真降了 这石腰 深安全谋之道啊 陛下英明 尽知 险些误了大事 你呀 跟我百年学了不少东西 只可惜 论起全谋 你不是石腰的对手 哎呀 他没来之前 我的恶龙城一直相安无事 如今胆敢闯我的焦王宫 还在我眼皮底下做动作 但我全然不知吗 去 把你刚刚跟我所说的 写成一封信 送给石腰降服的首领 若真的让他统一起来了 那我岂不是没乐趣了 是吧 胆敢闯我焦王宫 还想有命活吗 谨知礼命 顺便去查一查 他最在乎的是什么 是 走 为什么要走 我们马上就统一了 就算八十艘战舰 最终只剩两艘 那也可以是我们的呀 老子没空跟你解释 你们想要走的话 就一块儿走 再玩 我们都得死 石头 用什么事大家商量 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恶交把城外的妖怪 都给卖了 你懂吗 再不走 就一块儿死吧 怎么可能啊 他自己也是妖怪啊 再说那个仅仅是天庭的货 他要了也没用啊 还有那个 那么长时间 他不是一直跟天庭打吗 错 石头说的是对的 因为九天门要军功 恶交王要金金 拿到金金之后 再从别的渠道得到丹药 这就是恶龙坛 九角不灭的原因 你是小红吗 是啊 那我带你去个地方 有个大人物要见你 嗯 走吧 大家快准备一下 我们一定要立刻离开这里 动作要快 是 上来 让姐姐看看 好 哦 长得真是可爱 只是脏了点 难怪那个石头喜欢 禀陛下 事情都已安排妥当 行 小丫头 姐姐带你上城墙去看戏好吗 小丫头 师哥 他们来了 他们是谁 那天收服的群妖 这怎么回事 这 这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发现了 难道有人故意 这不可能 这些首领之间根本就没有信任 除非 除非有一个他们都信任的人 establish 杀了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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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 怎么办 怎么了 你受伤了 死不了 师哥 我们跟你一起去 继续 你们给我舍住温定 千万别出来 杀了石油 神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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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热闹啊 也不叫上我 这是什么活动 怎么不邀请我呢 说 不 怎么又不说了 你们不是想杀我吗 这刚才的勇气到哪儿去了 你们这么叫 不就是想让爷我听见吗 我现在给你们每个人机会 给你们每个人机会 你 你竟敢耍我吗 大声点 来来来 到我耳边说 他受伤了 不要怕他 你们不是想攻我赢账吗 我现在就单独来到你们面前 怎么反倒怕了 你别太嚣张 你们既然不报上名来 那我可就挑了 那我可就挑了 好 别 别 别 你 来这边 你嘛 就你们这帮武胆费类 应该是背后有人教唆你们吧 我呢 你这个石头哥哥真是太聪明了 一下子就知道是本王了 石头哥哥当然聪明了 可惜 今天这个对手太垃圾了点 要是这个对手再强一点就精彩了 要不这样 靳之 你去 陛下 我 我跟你说笑的 别担心 我想加个注 谁要是可以拿下这个石腰的话 我就准许他入城居住 但只有一个名额 反之天明之时 若是这个石腰依然屹立不倒 这个名额就属于他的了 属下这就去传令 交魔王有令 交魔王有令 今日谁能记住石腰 这可入城居住 入城居住 是 这是什么事 要杀 dollars 是什么事 哈哈哈 只要制服他便能 谁啊 还在西游 他受伤了 继续上 杀了他 大哥 你看扎学 我去放石头 不行 你给我去 是百倍送死啊 西游子在一起啊 是 继续套 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不不看着你 一个人去死 你们这帮闯祸 是想一起死吗 一起死也好 对 一起死也好 咱们不能被他们欺负 不错 不错 再传 一炷香的时间 不论是谁可以拿下石妖 我就准许他入城居住 是 焦魔王有令 焦魔王有令 今日谁能打败石妖 便可入城居住 只限一人 只有一炷香的时间 如若石妖一炎一力不倒 则石妖胜便可入城居住 都要来 张啥 谢谢 不画像一个的 张 拉小 脸 愿和 将 triangle 是 花了 他们家 牵 鼻子 枴 救命 救命 真是感动感人的友情 是感动的 我最喜欢这种凄美的故事了 最好再死几个 那才可以广为流传 静止 把他们每一个人说的每一句话 都给我好好记下来 回头再帮我排个局 让我回味一下 是 你这个坏人 别害我徐东哥哥 不止死活地给我拖个准 来人 把人去 别害我徐东哥哥 坏人 放开今晚 我来跟你聊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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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还能是谁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要拼死去救那些小妖啊 真不知道会连累我 认识你 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你就不怕被恶交发现了 你就不怕被恶交发现了 难道看着你死啊 难道看着你死啊 对不起 连累了你 对不起 行了别说了 我就是一傻子 对不起 我都说了让你别说了 听不懂吗 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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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桑 那 走 时辰已到 传令吧 石头 你赢了 带他入城 来石头呆 当什么都好 别再当药了 一定要救醒他 救不醒 我就要你的命 陛下 他的伤势太重了 那是你们的问题 我好久没有碰到 这么有趣的妖鬼了 如果他死了 我就要你们陪葬 这石妖的伤势如此之重 怕是挺不过今晚了 这可咋办哪 是啊 赶紧想办法救啊 我好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小妖死伤过半 吕六拐受了轻伤 老牛受了重伤 还在发烧 短嘴伤势刚刚稳定 现在整个营地 都被恶教王控制起来了 你一定要活着 只有你活着 他们才能活 好像伤势开始稳定了 从未见过 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啊 快 去禀报陛下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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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终于好了 不错 不枉费我一番心思的照顾 参见陛下 好 很好 果然识时务 是可造之才 尽知 传我旨意 时王骁勇善战 册封车骑将军 赐车骑将军府奴仆实名 昭告天下 遵命陛下 不过今天 我有个小礼物要送给你 看看喜不喜欢 这九个头颅 全部都是谋反的妖怪首领的头颅 怎么样 我就知道你很喜欢 不过我告诉你 看看就好了 这种脏东西 不收也罢 收起来 这事就算了吧 你那边的人马 还在原来的营地 你可以回去看看 对了 你身边跟的那只小狐仙 我已经安全地送回你府上了 小红 不过你知道 忠臣不是二主 白元我已经杀了 你就安心地当你的车骑将军吧 城门外那些臭虫子们 是不是应该整顿整顿啊 不过这整顿的事 应该是你车骑将军的事 可要抓紧了哦 我就是想在有生之年哪 再学回那么一两眼 索妖已经很痛苦了 为什么还要自相残杀 白元我一定不会让你白白牺牲 这些彩宝以及这里的屋子 都是陛下赐给你车骑将军的 那几个人也是陛下赐给你的 这个人他是真不识趣 陛下原本挺看好他的 想把他留在宫中 谁知他竟然咬了陛下一口 真是不值死活啊 车骑将军啊 你也别往心里去 像这种小物妖 你以后想要多少 它就有多少 车骑将军 早些休息吧 你们都下去吧 我不是我 你会什么来说 我不是我 你一直在那里 我现在想要一种 老板 你真是有什么 我不是我 你没有想要 你真是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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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等石头哥哥走不动了 我就可以保护石头哥哥了 白云的魂魄我已经帮你说回来了 谢谢你 在我的逼问之下 诺家告诉我师姐 这个恶交王和昭圣神将是构建在一起的 这鹅龙坛根本就是个陷阱 他们每年围剿一次 立了军功 拿着腰的人头就走 把这鹅龙沉留在这儿 制造产生的样子 到时候又会有很多新的妖怪来投靠 第二年又是如此 我知道 现在 恶交王对你还心存疑虑 所以你要表现出投靠的样子 等他一律消除了 我们找机会偷偷离开 离开 去哪里 去哪里都行 只要我们两个人的话 中了水之后都可以解开 然后就一起生活在一个没有朋友的世界里吗 我欠白云一条命 我会留下来履行承诺 履行我对白云的承诺 和那恶交还有招生神将玩到底 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也是我必须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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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是死 也在所不惜 那些啊 就是守城军退役的战舰 准备给城外那些先锋部队所使用 我看过天庭的战舰 用这里的战舰对抗天庭 是不是太儿戏了 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的军衔比你高 这次是我协助你出兵 但是按照君主的规矩 得由我挂帅 你不介意吧 你交代的事情 我已经让吕六拐去安排了 老白云的事情也只有他知道 其实阿臣是天和君假扮的 天和君也盯上了恶交王 你知道天和君在 所以才不肯离开的 不过这阿臣能瞒得过我 应该是天将级的人物吧 这恶龙坛本来是九天门的管辖 应该天和君是无权干涉的 既然派出了天将来探查 看来是对恶交极为重视 不过天和君已经开始行动了 我们要小心 如果碰上可就不好了 这个是疗伤的药 天和君的事情 我会找机会查探的 杨岚 我想你帮我个忙 我要天庭战舰的法阵图 你说什么 城外那些人拒绝收编 真是荒谬 他们打算独自面对天军吗 回禀陛下 城外有谣言 说 说陛下将收编的重邀 卖给了天庭 难道是那个石妖走漏了风声 最近那个石妖怎么样 属下按照陛下的意思 已经架空了那只石妖 也未曾见她有任何异应 这几天在做什么 细做来报 那石妖近几日都在房中修炼 未曾出城 也未曾与城外来者接触 更未曾将其旧部接入城中 其旧部也未曾有任何异动 只有那只松鼠精 带着一帮子小妖 外出觅食 倒是有蹊跷 难道她真的被降服了 那个石妖资质不错 是个人才 若能被收编吃件美事 不能收编 就杀了她 免留后患 我本来也是抱着 闲来无事事事的心态 没想到这么快就收服了 看来是无去了 不如城外的事 就让她去处理吧 这 陛下 若让她去 这万一 万一什么 万一她真的反了吗 若她真的反了 你觉得她打得过过吗 还是打得过天君呢 就让她去吧 她现在在城外 那些砸碎心中的威望 高过于你 更何况那一战 谁忘得了啊 只要她一出动 我就可以看出她的破绽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 这个时候 要有龙人之量 懂吗 属下遵命 陛下交代了 城外之事 你比我了解 所以征兵整编之事 就交给你来安排 我只负责武器分配之事 现在的问题是 这城外的众妖 不太响应吧 正是 这里的兵员配备有多少 以前 这城外的众妖 都是我从城守军调过来的 再给我一千 再给你一千 城守军总共就四千 你要两千 七成 一千四 那我收编的妖重也打个七折吧 行吗 好 两千就两千 我给你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如果计划失败了 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这个恶交王 是化神经太医散线 就算你突破了炼神经 也不可能撼弄他分好 即使加上我也是一样 而且我怀疑 他利用晶晶 从某人那儿得到了丹药 你是说背后还有人 天和君 天和君 一个个都是效忠天庭的死脑界 应该是不可能的 这也只是我的猜测 我觉得以他的修为 应该是服用了丹药的 太医散线后面还有更强的人 当真是不好惹 万一真的失败了 你立刻离开 不要管我 这样做 值得吗 管他值不值得 我只知道 总有一天我要把他堵成肉酱 绝对不能让他继续 胡作妃为下去 这个药和以往的不同 一旦吃下去 就会马上吸收灵力 而且会出现幻觉 你一定要守住心神 如果昏迷的话 就不是前功近期那么简单了 这狼牙草我都扛过去了 事先知道有幻觉 有什么可怕的 这幻觉和以前的不一样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而且是不能被打断的 如果这时候 恶教王来召见的话 可就糟了 我还有时间吗 那 怎么 怎么回事 现在灵力外放了 一定要守住心神 小心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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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做噩梦了 你们都下去吧 你们都下去吧 好 车记将军 陛下要将军即刻进宫 请使者回禀陛下 臣身体不适 今日不便进宫 我说车记将军啊 我说车记将军啊 你这才策封多久啊 就开始摆架子了 臣真的身体不适 你车记将军武功高强 谁不知晓啊 受那么重的伤 恢复几日便可复原了 如今与属下说 你身体爆样 这莫不是在刻意为难属下吗 好 劳烦使者白跑一趟 真是过意不去 只是属下真的身体爆样 大老远来一趟 既然车记将军身体爆样也就罢了 那也不愿请老奴进去喝杯茶 这待客之道是不是 是 这今经就请使者喝茶 凡使者回禀陛下 臣下身体不适 那车记将军就好好养身子 老奴这就回去复命了 是 是 是 要是恶交王的话 就没这么容易了 你说他病了 那些金晶是什么 他真病何须给你钱呢 你个蠢货 留你何用啊 来人 拖出去斩了 陛下 陛下 老奴错了 陛下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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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您是说那食妖在使诈是吗 使不使诈 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嗯 参见陛下 起来吧 一 谢陛下 accommodations 就练一门功法 结果出了岔子 让陛下见笑了 练的是什么功法 这么险恶 也不先拿来给本王瞧瞧 让本王帮你鉴别鉴别 陛下说笑了 如此琐事 怎敢劳烦陛下 你上得不轻 本王帮你看看 如果真的身体不适 那就好好休养 对了 这几天天军就要到了 你可别忘了 你是掌管城外 众妖怪的车技将军 是不能缺席的 谢陛下 好了 早点歇着吧 陛下 你还说罪 陛下 他这是 天知道 金枝 我问你 他城外原来的那些部署 可都入伍了 臣刻意去调查过 一个部署 那有跟他接触过没有 从未接触过 那石妖 也从未提出过任何调动 就如同一般的妖众一样 我瞧他刚才那模样 我估摸着 应该是突破炼神镜失败了 我问你 你以前是否有见过 突破炼神镜失败 是这个样子吗 臣 未曾见过 但臣知道 行者道 突破炼神镜 是极其凶险的 这一旦失败了 非死即惨 这石妖花样可真多呀 要突破还不敢让我知道 也好啊 若他真是失败了 修为也废了一半 现在城外怨言甚大 我还非得派出城守军 才镇压得住 我还在担忧 是否让你 跟他一同统兵去应战呢 不过现在不用反了 若他真是失败的话 此战之后 他就不用回来了 安排他带兵出征 如此一来 可彰显我 与军民同心 那些谣言 就不攻自破了 臣领命 回宫 这只恶交 真是一刻 也不敢对我放心哪 你知道吗 他刚刚动了沙溪 不是每次都这么走运的 我们先到这里驻扎一野 姚兵驻扎在这里 他们会按照这条路线走 到了这里被我们伏击 他们就不出战舰吗 也会出 只不过战舰的数量少了 上次一口就毁了那么多 估计恢复得没那么快吧 你们留下了手营 战舰留给你们 我们不行 开着战舰不好伏击 演戏要逼真一点嘛 为什么又是我们手营 这是招胜神将的意思 放心 你们也会获得同等的工序 只不过稍微比我们差一点 九天门的舰队 此刻正在紫云碧波潭以东千里之处 正朝着紫云碧波潭进防 看旗帜 正是那招胜神将麾下 玄规部的一万精兵 玄规部 看防御部队来进攻 真是有创意 我们的赤后回报 说并未看到招胜神将的旗帜 我想也是 我派赤后 对玄规部进行了试探 但奇怪的是 就算我们逼近十里范围以内 他们还是没有丝毫反应 似乎是完全没有发现我们的赤后 这支九天门的部队 是来郊游的吗 说起来 这招胜神将 还真是厉害 每天晨起叫妖 天朝日落而归 一直就这样连绞了百日 倒是绞出了一座妖城啊 他的战功赫赫 连赏赐都拿得盆满波满 但真当我们瞎了眼吗 仙妖勾结 为祸无穷 我们虽是月驱办事 会落人口实 但是天庭的腐败 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天庭的弊端一定得治 没人治 就由我们天和君来治 而且务必人赃俱祸 末将明白 天府 天任 监视各方 按兵不动 岳帅 您这是要 我倒要看看 招胜神将这出戏 要怎么演 看一死 佐久不见 就觉得你这出戏 disse 船 Wass 你帅她 DIKA 船 Wass governors 请通人 我让我们去 因为他们都要 该作这一般 你都要是 不错 挺好的 开马 收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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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多么的漂亮啊 明天事情完了 天君付了尾款 我现在就要把你们送走了 真希望进你这动作慢一点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跟你们说话了 我会想你们的啊 来 救命啊 救命啊 你站住 救命啊 你敢偷我的饼吃 救命啊 我 我宰了你 救命 你们是哪个队伍的 这 这 这小子他偷我饼吃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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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真矮小 我能吃多少 我干吗要偷他的饼啊 你的腰排呢 把腰排拿出来我看一下 这 这个啊 腰 腰排丢了 丢了 在军营里弄丢了腰排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从这里出发 然后经过这里过这里 最后呢到达这里 为什么选这条路呢 这条路应该是极容易被伏击的吧 不会的 为什么呢 我说不会就不会 哪有这么多问题 你怎么知道不会呢 难道是天军告诉你 他们不会在这里伏击 陛下说过 在外面 我发命令 你听我的命令之行 你没听说过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吗 肯定是你 他们要拍 加油 加油 你们要干吗 大王 哥 军兵 叛兵吗你们 这儿留给你们慢慢玩吧 好嘞 师哥 好嘞 你们要干吗 战争的号角终于响起了 大王 这是从他身上发现的玉碱虎符 还有刑军图 豹 你怎么能干吗 宋舍 你不能干吗 你不能干吗 我到底是谁 军兵将军哪 把军兵将军交出来 众将听令 苏侯违逆上级 独谋造反 给我就地处决了 联听大伙说 这石妖攻陷主战 靖芝将军恐已遭毒手 给我杀 慢着 靖芝将军 你们是要造反吗 靖芝将军 你没事 怎么 你想我有事啊 你们 这是要兵变吗 将军 我刚刚听到你 你们没有听到 车济将军的话吗 一头谋反者 就地处决 他不是将军 别听他的 他是假的 先前有谣言说 这场战争本身就是个陷阱 从头到尾只不过是恶交王 想把我们卖给天军 领军宫罢了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 那不是谣言 那就是真相 你们喝的水 吃的任何东西 都有恶交王的咒法 只要一离开恶龙潭 就会被寻天将发现 这就是恶龙潭 一直以来的真实情况 这根本就不是战争 一切都被事先安排好了 如果明天我们照着 指定的路线去走 将会被天军伏击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什么 秦志将军 说一句话呀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想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 许事已改变 我胡说什么 你不是最清楚的吗 你们四个 都是恶交王的帮凶 弄手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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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交王的位置查清楚了没有 腰城那边一切如常 只是 防御松懈得有点不像样子 恶交王的位置已经查清 就在城内 元帅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 这帮九天门的兵痞 早就该受点教训 我们按兵不动继续等 看他们怎么个打法 注意 密切监视各方 切莫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是 是 真是 你这个石腰 你在干什么 天道 整个都偏移了 你 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还以为 你会给那些守城军一丝 做前锋的机会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别无选择 他们之中只要任何一人逃跑 把消息带回恶龙城 我们就全完了 将这样的部队 留在队伍里面 不但看不到战斗力 反而是一种负担 况且每一个人 都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那你想好了 怎么收拾残局吗 放心吧 求生的力量 是无穷的 这些药也不少 像我哥那样的强者 都无法违抗天条 逆天而行 会有无尽的灾祸 你可得想好了 不管有多少灾祸还是危险 有些事只要我觉得应该做了 我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 你现在说话 越来越像老白渊了 还是说他的魂魄 复在你身上 也许吧 石头 我觉得你变了 刚开始的你 一心想要修炼 讨公道 但现在的你 或许会成为英雄 也许是 云云中夭的英雄 现在的我 还是一心想要讨公道 药物已经给你备好了 不过需要些时间来生效 大概十天 你想好怎么走了吗 无论我们怎么走 这里的一万九天门天兵 加上外围的寻天将 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的天和军 这里的妖怪 几乎谁都别想跑 除非我们能解决大部分天兵 然后集体穿越寻天将的包围网 再各走各路 我知道这一仗凶险万分 但无论如何我都要拼一拼 我答应你 只凭这一次 禀将军 前方就是霞谷 接下来 接下来你们办就行了 又不是第一次来 你让他们克制一下 虽说是一国端 也要慢慢短 这一仗要打满九十九天 是 被发现了 担嘴 保护将军 提下来 жив 是 因为 会儿 不 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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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谁能告诉我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了到峡谷里 被我们伏击的吗 我要见你们焦魔王 我们焦魔王交代了 让我们好好招呼你们 这些年 你们也拿了不少军功吧 如今是该算总账的时候了 你 所有猎神经天降 都给我撑起居留书 以榆林阵借机 这一战若是能胜 本将重重有赏 是 冲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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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itet 杨岚 连神经的术法你都有吧 你要学术法吗 你要学术法吗 你才刚刚强行突破 回神经脉已经受损 这可不是小伤啊 没时间了 没时间了 我要学流星女 刘星云的口诀 你有吧 这段龙潭除了那条泥球之外 还有画神经 这 这不可能的 铁长 我们结成阵 一起冲破上方的防御 将军 那这些天兵怎么办 邱将军 这要我们回去如何交代 交代 你们还想着交代 你们要真那么怕交代 就留在这里 死了就不用交代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想跟我一起走的 就一起 其他的 你们自己看着办 将军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丢下我们呀 你不能丢下我们呀 你不能丢下我们 你不能丢下我们 滚开 你不能丢下我们 大家想跟这儿来也行 若是跟得上 便大家一起突围 若是跟不上 大家放心 本将必定向天庭提醒 还兄弟们下辈子一番造化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丢下我们呀 那便向我提醒啊 魂魄落在我手里 这天庭也管不着 你这食妖 休要成狂 带本家逃出去 必定带兵 将你捉拿刀案 严加办理 这样啊 那我便不能让你走了 行 别人突围我不拦着 我专拦你 大家跟着我先杀了这食妖 再冲出去 书位 慢走不送 留下你们主将人头便好 你们就别管他 他刚才不是说了 能跟的就跟 跟不上的就那啥吗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